大家好,这节课呢,我将继续带着大家使用Redux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我们主要讲解的内容是Action和Reducer的编写 好了,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创建Store并从Store里面取数据的这样的功能 那这节课开始之前呢,大家要跟着我一起去下载一个Chrome浏览器的插件 帮助我们进行Redux项目开发的调试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控制台,我们点开这里有一个Redux Developer Tools 大家呢,没有安装,所以现在没有这个控制台 所以呢,你要跟我一起来做 首先呢,大家需要做一个翻墙,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插件是没法安装的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里,Chrome浏览器的右上角 有一个更多工具,我们点开这个扩展程序 然后我们进入到,点击左侧,再点击最底部,打开Chrome网上应用商店 好,进入之后呢,我们搜索一个开发工具,叫做Redux DEV Tools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就会有一个Redux DEV Tools 大家呢,把它添加到Chrome里面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已经安装完成了 所以呢,在我的网页上,打开控制台 这里呢,就会显示一个,大家来看啊 Redux这样的一个菜单 好了,现在呢,这个菜单我们打开 它会提示你说,找不到Store,没法做调试 你呢,需要看这个指南来做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打开The Instructions 大家可以看到啊,Basic Store这块 它告诉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开发者工具 它需要我们创建Store的时候 在第二个参数里面加这样一句话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去呢,我们打开之前我们写的代码 大家来看啊,Store在哪创建呢 在Store下面的index.js里面创建的 这里面,第二个参数,我们需要写这样一段话 大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呢,我换一个行 好,这句话呢,其实你自己来读一下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简单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window下面有这个变量的话 我就执行这个变量对应的方法 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Redux DVTools的一个浏览器扩展 它的意思是,如果你下面安装了这个Redux DVTools 那么我就去在你的页面上使用这个工具 这样的话,这句话加到了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刷新页面 大家来看,这个时候 Redux这个菜单下就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个面板 我们点开State 大家可以看到Store里面的数据一目了然 现在Store里面有一个input value 木认值是123 然后呢有一个list 它的值是1和2 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之后做这个Redux的调试就非常的方便了 好,回到我们页面上的这个图片上来 大家呢想一下上节课呢我们做的功能就是创建Store和Reducer 然后呢让React的组件能够获取到Store里面的数据 这节课呢,我们要走改变Store里面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么去理解 假设我是一个借书的同学 我呢要去借书,首先我要说一句话 这句话呢是Action Creator帮助我们创建的 如果呢我们现在讲Action Creator呢 Redux的整体会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Action Creator这块先忽略一下 最后呢再给大家补这块的内容 我们说呢,React的组件你要说一句话 那么呢我们现在先可以把这句话呀先写出来 我们来做一下这块的代码 首先我要做这样的功能 我们说当你的这个input框里的内容发生改变的时候 大家来看啊 我希望你的这个Redux里面的这个数据 对应的input value也跟着变 现在呢很显然公共数据 你书什么内容它都不会变的 我希望它跟着变 怎么办呢 第一步我要去改变你Store里的数据 我要跟Store做通信 那怎么做通信呢 图上写着 第一步我们要去创建一个Action 那么我们就来写这块的代码 好,什么时候我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呢 当input框里的内容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 所以这里呢我写一个onChange事件 等于this.handle.input.change 别忘了在上面对this的指向做一个修改 然后我们在下面写这个方法 它呢可以通过时间对象的target.value 获取到input框里的内容 我们到页面上看一下 打开console控制台 我们数一个a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打印出123a 那么下面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诉Store 我想把你Store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 改成123a 现在呢它是123 我想让它改成123a 那么怎么告诉它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action 也就是创建一句话 这句话呢它要符合一定的规范 在react里面一个action 长成什么样子呢 它是一个对象的形式 它里面呢需要有一个tap 告诉这个redux 你这个这句话里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tap里面要描述一下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里呢我做一个描述 我的描述就是changeinputvalue 好了我要跟Store说一句话 说什么话呢 你要帮我改变input的value 然后呢你可以把input的value传递过去 它的value等于什么呢 等于1.target.value 好了这样的话你就创建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内容就是 你帮我去改变inputvalue的值 那它现在的值应该是1.target.value 好 有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应该干什么 回到这张图上 你现在组件已经创建了action 已经创建了一句话 下面呢我要把这句话传给store 好 怎么能把这句话传给store呢 store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dispatch 我们调用store.dispatch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这句话传给store 我们代码这么去写 store.dispatch action OK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网页上 刷新 我们在console里面看报不报错啊 这里我输入内容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报错信息的 所以说明我们代码写的是正确的 我们看这张图 现在你已经调用dispatch 把action传递给了store 可是store呢 这个管理员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数据 所以呢 他需要去查这个小手册 那么查这个小手册的时候 他要怎么查 他要把这个当前store里的数据和action 一起传给这个手册 或者说他要拿着当前的这个store里的数据 和当前的这个action去查这个手册 所以呢store会干一件事情 他会把当前store里存的数据 和接收到的这个action 一起转发给reducer reducer里来告诉store你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想一下 这个过程 store需要把当前的数据 和接收到的action 转给reducer 这是第一步 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redux里面的store 他会自动的帮我们干这件事情 也就是一旦他接收到了这个action 他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之前的数据 和action转发给reducer 是这样的吗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啊 刚才我已经调用dispatch的方法 把action传给了store store就应该自动的再把这个 之前的数据和action转发给reducer 那么我们打开reducer reducer这个函数好像就可以接收到 传递过来的state和action了 action OK 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知道 reducer里面的这个state指的是什么 其实他指的是store里面上一次存储的数据 action指的是什么 action指的是用户传过来的那句话 好了 我在这儿把对应的state和action打印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啊 刷新 好一开始呢 reducer会自动的支撑一次 就是redux初始化自动干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管它 把它先清掉 当我在这儿竖一个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我竖Z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reducer第一个参数 state打印出的是什么 input value和list 它是上一次store之中 所有数据的集合都会被打印出来 好了 那第二个参数是action action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 change input value这句话打印出来了 它里面有change input value这个类型 还有我们数的这个Z这个值 好了 那么reducer看这张图 已经接收到了之前的数据 也拿到了action这样的一个 你说的这句话 它要结合之前的数据 和当前用户想要做的操作 告诉store 你现在新的数据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reducer的作用是什么 reducer拿到之前的数据 和当前操作的信息 然后呢 它去对之前的数据做一些处理 返回一个新的数据给store OK 那么我们就让reducer来做这件事情 reducer已经拿到了之前的数据 也拿到了当前你要做的事情的 这句话的内容 好了 接着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ifaction.type 等于等于等于 change 我们看一下啊 它的类型叫change input value 如果我发现用户发过来的这句话 是change input value 那我就知道了 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 以前store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的值 那很好办 我只需要这么做就行了 我呢 去拷贝一份之前store里的数据 怎么去拷贝呢 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new state 它呢 对state做一次深拷贝 怎么做深拷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调用json.parse 然后里面写一个json.stringify 我们对这个之前的state 做一个深拷贝 然后呢 我知道 你现在要改变input value的值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去改变new 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 让它等于你传话传过来的这个新的value值 这样的话 reducer就相当于那个手册 手册里面写着 如果你要改变input value 那么我会对原来的这个store里的数据 拷贝一份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input value 改成你传递过来的新的值 这样的话 我就完成了对之前state这个公用数据的一个修改 好了 最后reducer要把new state做一个返回 好 这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reducer呢 其实它有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是什么 reducer可以接收state 但是绝不能修改state 好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拿到state之后 要去拷贝一个新的state出来 虽然呢 这个新的state和原始的state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也要去拷贝一份出来 拷贝一份出来 我们去改变这个新的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 然后我们returnnew state 把改变好的这个数据啊 返回回去 你return出去的这个new state 被return给了谁呢 好了 其实我们看这张图 大家就可以知道 reducer返回的这个new state 返回给了store 好 这就相当于一个什么意思 store接收到了你的这句话 他说 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那么 我就交给reducer去处理吧 好了 我把我当前的数据 以及用户要做的操作都给了reducer reducer你来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处理 你来帮我把这个处理过后的数据返回给我 返回给我之后呢 我拿你传递给我的这个新数据 替换掉我store里面的老数据就可以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你的这个return出来的数据 实际上返回给了谁啊 返回给了store 好 store呢 接收到你这个数据之后 它会干一件事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件事 它会拿你的这个新的state 新的这个数据 替换掉我store里面的老的数据 这个时候store里面的数据就被替换了 我们可以打开浏览器 我们来看一下啊 打开redux这个调试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state OK 刷信一下啊 我们来做测试 点开进入到state 我在这里输入a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store里面的这个数据已经变成了123a了 我再输入一个b 哎 store里面的数据已经变成了123b了 只不过这个时候啊 你变化了这个store里面的数据 但是页面并没有跟着更新啊 所以我们再看这张图 我们这个流程已经走到这了 store已经变化了 但是store变化了之后 组件应该跟着更新 可是组件的数据并没更新 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处理 怎么处理呢 大家来看 我们要在组件里写这样的一句话 打开to do list这个组件 我们呢 要这么去写 store.scribe 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里 我这个组件去订阅store 也就是 这个store的内容 或者说store里面的数据 只要发生改变 subscribe里面 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可以被自动的执行 我们随便写一个函数啊 叫做list.handle store change 好 在这儿 写在这里 当然呢 你最好也在上面 把handle store change的list指向 绑定一下 保存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页面上来看效果啊 这个时候我们订阅了store的改变 只要store发生了改变 list.handle store change这个方法 就会被执行一次 我们呢 其实还没有定义这个方法 我先把它写在下面 console.log store changed 然后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啊 刷新 好 我们选择state 然后在这儿输一个内容 store里的数据 现在变成了123b 也就是说store已经改变了 然后我们打开console 大家可以看到store changed了 它能够感知到store确实发生了变化 那一旦store发生了变化之后 我们看我们的组件应该干什么 来看这张图 store发生了变化 我这个组件就要更新我的状态 从而实现呢 页面上的联动 让页面呢 跟着发生变化 那怎么才能让我的这个store一改变 页面就跟着变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说当你组件感知到store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执行这样的一句话 this.setstate setstate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这样去写 store.getstate 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当我感知到store的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就掉用store.getstate的方法 从store里面重新取一次数据 然后掉用setstate替换掉当前我组件里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这个组件里的数据就和store里的数据同步了 就变成最新的数据了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这里我们输一个ABC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就可以输入内容了 所以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input框的数据 跟我这个store里的数据 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继续来看啊 我们在这里输一个E 然后呢 点击最下面这个action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store里面的数据呢 其实也跟着变化成了 我们组件的这个input框里的内容 这样的话 我们就顺利的把input框里的input value值 存储到了store之中 同时呢 我们改变它的时候 页面也会跟着变化 我们就用Redux这一套数据架构 实现了input框的功能 可能大家呢 写到这儿 觉得天哪 太热了 搞不清楚了 没关系 一回升两回熟嘛 我们接着再去做 to do list这个列表的功能 再去走一遍redux的流程 相信呢 大家呢 就会熟练一些了 我们说 当我点击提交按钮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要干什么 大家想一下啊 来看这张图 当你点击提交的时候 你希望把你input框的内容 你希望把你input框的内容存到store的这个list之中 这点大家应该先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都存在了这个store之中 我们打开这个调试工具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了store的公共数据里面 我们希望呢 当你点击提交的时候 把这段数据存到公共数据里面的这个list数组里面 好 那么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们就照着redux这个套路一步一步来做 第一步 我们要给这个button绑定一个事件 好 点击button的时候 我们给它绑一个onclick事件 等于this.handlebuttonclick 记得对this的作用欲做一个绑定 点band的 好了 我们呢去实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应该这么去写 首先 当你的buttonclick的时候 我希望你的store里的数据发生改变 如果你想改变store里的数据 我们再来看这个流程 你应该怎么做 先创建一个action 好 那么我们就创建一个action const action action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呢 action长得就是一个对象的样子 它里面呢 必须得有一个tap这样的一个字段 好 告诉这个store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 我可不是change input value了 我要做的事情是 add to do item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action 我们已经构建好了 那么接着 我们要做什么 action已经有了 我们要把action发给store 再看这张图 action有了 你需要把action发给store 那怎么去发 又到了dispatch这个方法使用的时刻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去写代码的时候 应该这么去写 store.dispatch action 好 这个action传递给了谁 再到这张图上 大家来看 你的action给了store store 它不知道要干什么 它会把之前store里的数据 以及这个action 转发给谁呢 转发给reducer reducer你负责处理 具体我要干什么 你把处理好的结果返回给store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写的代码 是reducer里面的代码 我们打开reducer.js 在这里面 reducer呢 会执行 它会接收到之前 你的store里的数据 同时呢 还会接收一个action 这里呢 我就可以继续写了 如果action的类型是什么 这个时候action的类型应该是 add to do item 如果你要add to do item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来看啊 我们说了 reducer里面 接收这个state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直接改变state里的数据 你需要复制出一份state里面的数据 好 我们呢 复制了一份数据 放到了newstate里面 一旦你要添加 to do item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这么去办啊 newstate 点 list 他应该干一件什么事呢 应该往里push一个内容 push的内容是什么呢 newstate 点 input value 大家想 是不是这样的 你要把之前的input value 放到newstate这个列表之中 同时呢 再把new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值 让他等一个空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newstate打印出来看一下啊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上 我们打开控制台 好 清一下啊 当我输入一个123的时候 我点击提交 大家可以看到 他会打印出这个newstate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newstate在哪呢 因为这一块呢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console 可能看起来就不是很明显了 我们回过来 把之前的console给他去掉 在这儿 我把这个内容给他去掉 就可以保存 回来 我们再来一遍啊 好 123 123 当我点击提交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会把newstate打印出来 newstate里面 他的input value就变成了一个con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少了一个t啊 所以呢 这块代码我要改一下 把这个t架上 再重视 刷新 我们打开这个redux 先来看一下 点开state 我不断的输入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我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会跟着变 好 当我点击提交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诶 经过我的一些操作 list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内容 就是123 sdfs 这个东西 同时input value是不是变成空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reducer里面写的这段代码 我呢 把之前store里的数据拿出来 然后呢 像store里面的这个list数组里面增加了一个内容 就是store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的值 那增加完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input value清空了 好 清空之后 别忘了 你要把new state 也就是最新的store里面该存储的数据 返回出去 返回出去这个数据给到谁了呢 给到store了 store呢 会干一件事 我们看这张图 store 接收到你返回的数据 就会把当前store里的数据 替换成reducer返回的这个新数据 OK store里的数据就发生了变化 store里的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恰好你在组件里面之前做了一件事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你监听store里面数据的变化 只要store里面数据发生了变化 你的handle store change方法就会被执行 这个时候 你会重新的从store里面去取一次数据 替换掉我当前组件里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的功能基本上就实现出来了 保存到页面上 我们来看啊 刷新 我在这儿填一个123456点击提交 大家可以看这里就多出了一个123456 我这里呢 再数一个ABC点击提交 ABC就会出现在这个页面上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借助Redux这样的一个框架 实现了我们TodoList最基础的一个功能 那么你会发现实际上 我们写Redux的代码呀 只是第一次写的时候比较麻烦 后面写代码的时候 完全都是按照这张图上的这个套路来做 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大家回去呢 至少要把Redux实现TodoList这个功能 实现五遍以上 你要做到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整个Redux的流程 这样的话我们再往下学 你才会学的比较轻松 否则的话 绕来绕去后面的课你就可能跟不上了 好了 我们呢 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呢 比如说你要反映过来 React首先呢 你要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 先要去派发一个Action Action呢 会通过Dispatch方法传递给Store Store呢 再把这个之前的数据和Action 转发给Reduxer Reduxer呢 是一个函数 它接收到了State和Action之后呢 做一些处理之后 会返回一个新的State给到Store Store用这个新的State 替换掉之前的Store里的数据 然后呢 Store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React组件会感知到Store发生改变 这个时候 它从Store里面重新取数据 更新组件的内容 页面就跟着发生变化了 如果我这个语速去讲 Redux的工作流 你能反映的过来 就说明React这个基础知识 掌握的没有任何问题了 大家以这个为标准即可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复习 Redux的这个工作流 大家加油